各位老师,虽然我们已经做出了首分的决定,但是我想还是应该让当事人出面说明一下,至少应该给他一个表达心声的机会,这样也能够让我们老师多一份对于学生的了解,是不是? 好吧,既然我们都已经来到这儿了,那就听听吧。 李学。 手。 我考英语的时候,因为等书卷子,等得无聊,就拿起笔在桌子上乱写,后来我一想,如果被老师发现的话,就可能说我是作弊,我就拿起橡皮来擦,可是还没有擦完,就被领主人抓到了。 你难道不知道在考试的时候是不能干其他的事情的吗? 你教我们怎么相信,你擦掉的不是考试前操上的小操呢? 老师,我 各位老师,我们没有否认这个处罚的合理性,就是希望各位老师能不能够在合理合法之外,多一些和情和折中的通融呢。 那肯老师,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如果,我说如果他真的是作弊的话,那么考试的分数做零分计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被误会了呢? 那我的学生李勋,岂不是被冤枉啊? 我想,咱们举行模拟考试,并不是为了定义一个学生的生死,而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让他为了高考能够有更充分的准备。 所以,所以我恳请各位老师,再给我的学生李勋,一个重新考英文的机会。 这样一来,岂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要求比照伴你,那对其他努力准备考试的同学,不是很不公平吗? 各位老师,笑着,不如这样,为了证明李勋自己的清白和能力, 也为了让其他三年级的同学普及,如果要重考,不如全部客户做重考一次。 当然,李勋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 不会吧,全部都要重考一次。 是啊,而且是在大教师和所有老师的健康下,考笔试和口试。 是,时间就在两天以后呢。 这么快啊,这么快啊。 那这,算不算是三堂会神啊? 呃,肯定相当会神。 怎么办呢? 呼吁齐个正口气,到底该选哪一样好? 对啊,选哪一个? 来啊,都会选。 这根本就是老师们设下的陷阱。 就是要让李勋知难而退。 你们仔细想想,如果这么做的话,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现在旅行最多只有一门英文零分。 如果全部重考的话,你们能保证他考得比现在好吗? 可是这就是古老师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啊。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行,事情只会被他弄得越来越糟。 这果然像是你这种胆小鬼会说我的话。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有时间,也有机会,有什么理由不试一下。 你要不是胆小鬼,就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 有谁说,重考一定会考杂的。 就算真的考杂了,又不是没有下一次。 谢谢。 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现奖赏。 没想到,今天你这么勇敢。 也许是,我站住了帮李勋说话。 因为你敢不听一种话,他还会迟到。 不过,今天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夏老师会提出那样的一个意见。 我觉得夏天心在这种场合,提出人意见很适合。 既容易争取成功,也不至于让明依一直处于劣势。 如果答应下来,我觉得你明依很有不孝。 现在就是看李勋他怎么决定了。 你已经帮他够多了,他现在又不是小孩子,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做了。 你今天换口味了。 你呢,放冰,让你拿出来自己喝了。 是上一次高子文买酱油,赠索的番茄汁。 我觉得高子文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别看他那么高高大大的,挺细心的,知道那么多烧菜的事情。 第二个,放冰,放冰,放冰。 你说什么? 中文的意思就是,各有各的喜好。 你不觉得吗? 酱油和番茄汁搭在一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怎么有人可能会这么搭配呢? 放冰是一个很有营养的饮料。 就像高老师一样,跟酱油搭配在一起,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想清楚了,你说的话有道理。 我已经告诉老师我要从好。 你能够好复习吗? 你已经有了一群粮食一友了,还嫌不够吗? 你会出现了第一个人,不需要我,如果你最后一个人再玩了。 真是一群粮食一友,对方的只好饭。 不需要我发现了一些事,我还差了一群粮食。 我还能够好多多人,我还要把财富和外资料都会排出。 你需要我的财富,你不需要的财富。 我真的不需要学习? 你们干嘛打我了 你还敢吃 写作业 关心 感觉到 找到了 一群 全部都准备 耶 我请客 走 你一定能 你是不是说 你是余飞呢 可能是我吧 这回我的英文成绩啊 可是进不到七日五分啊 不是林口医院 不是人不是你 不是你呀 不是我 怎么会是她呢 如果这次林口医院考最后一名 您会处罚蓝飞龄吗 我会按照大家的约定 处罚蓝飞龄的 不过 我会在她受访 那如果换成是我呢 你是说罚蓝飞龄 担保你这次 不再像上次一样 考最后一名吗 那我的答案还是一样 你别小看我 老师 恭喜你啊 一眼先说 老师这几天 充分地感受到了 不同的人生机遇和想法 也许是从来没有 这样的经历吧 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你 你别一样吧 这次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啊 我想 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一次性所拥有的 你遇守 你克服 我想呢 这是非常值得 庆幸的 也是应该 永远记住 老师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真的相信我没有作弊吗 说实话 我不是相信你 而是在不断地尝试去相信你 如果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 我相信你 你信不信吗 好像要口令啊 可是 我真的做弊了 行 真的吗 你 你可以 我 你 ・ 二 他 你 你 我 我 你 会不会 是他们住在一起的 不会 是他们住在一起的 今天晚了你一定要买这什么住 你真是个仙人长 我不会让七叔把鱼做成的糖醋鱼 什么 全身的块又竖起来了 走小老师 那是我管 我要吃水煮鱼不是糖醋鱼 都一样吗 水煮糖醋的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到底哪里不一样啊 篮球和竹球都是球 那你说一样吗 二位 家务事 可不可以回家去炒 家务事 我们只是在讨论晚餐吃什么而已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叫做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跟你讨论晚餐吃什么 家务事 家务事 我们住在一起 吃什么当然得讨论一下 所以你昨天就把我的鱼 你到了 晚上吃什么 先走回家去研究 你这种事情是不可以认说的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那么熟 你今天也看见啊 不是 可是 他们说 哎 我见过好几次了 他们俩一起从我家店铺和经过了 那你没有手牵手啊 没有 不过 不会有一次我才听到啊 他说要先回家等他煮水饺 太好了 你可是奥医生的了 你确定 百分之百 哎 哎 难怪他不肯接受我 原来他心里早就有了别人了 哎 你喜欢的人不是齐家吗 谁跟你说是他的 啊 是他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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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要求退休 我已经批了 他在这个时候走 会不会影响高三学生的课程进度啊 没关系 我已经找到了代替他的老师 几天以后就来了 林老师身体不好 你总不会希望他运功殉职吧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好了 跟你开个玩笑 最近这一段时间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让林主任烦心的吧 高三的这次模拟考试考得都不错 大家的成绩都普遍提高了 这次学生们的确考得很好 老师们也很辛苦 可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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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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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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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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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哪一條呢 奇怪 是我的錯 為何這樣道歉 客人家 我不想讓人家帶走 我是隨便的女人 要吃水煮就让你吃水煮鱼吧 这男人生来真是命苦啊 什么都要让女人一点 每次我出来给你吃东西 都在路上 上次在大排档 这次 来 吃点 气都气饱了 孩子要吃点 我就搞不懂 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你能给我理由吗 想是想得出 不过 是什么 造成事实吧 造成事实 你的意思是 他造成我跟他 我也想不到别的理由了 言语谣言不一定是他传的 这对他没好处啊 会不会学生看到我们一起上下鞋传出去的 我是不错怪他了吗 人呐 我怎么知道 你特地准备了水煮鱼给他吃 那为什么回家前不问他 他不跟我说话 不跟你说话 难怪 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住得好好的 非得说搬出去 搬出去 这可严重了 不过就是被人误会的 我们俩单独住在一起而已 真的很严重 你也这么认为 你想啊 一个女人被传言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 这名声不好吗 这还不够严重的 难怪你准备水煮鱼给人家道歉 怎么所有的人都受我错了呢 我们住在一起又没怎么 要说就传去嘛 有什么好在意的 搞不好 就是有什么才在意的 总之 等他一会儿回来 你好好哄我他 记住 你就说 这水煮鱼 是特地为他准备的 女人很无聊 干嘛要有人哄啊 哎 被传住在一起 我也是受害者 怎么没人哄我呢 啊 什么 记住你不舒服 哎 我说佩佩啊 佩佩 她特意让我给你做的水煮鱼 叫你吃啊 齐叔 一条鱼想哄我 没那么简单 你不要以为这条鱼 是我买给你吃的 是我自己要吃的 你要吃啊 自己下面去 我已经跟高老师吃过饭了 吃过饭就最好 齐叔我们自己吃 我已经跟高老师吃过饭了 吃过饭就最好 哎 你呀 哎 齐叔 你也不吃了 你不吃我自己吃 哼 靠子文开窍了 俩好 我 你不能放到我的座上啊 还 搞 顾老师 这个月的课程计划表 你该交给我了吧 希望这种事情 不要让我总提醒你 肖老师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惹毛不像女人的女人 很恐怖的 而且我还一次惹她脸 基于女性情 我现在不然跟你说话了 也好 和全世界的女人绝缘 我就没有谣言了 领主任 我正要找你们 来来来 我现在有个想法 我想让下学期才报到的 英文老师提前报到 一是让他熟悉一下环境 二是让他利用业余时间 为高三补习一下英文 你看啊 这个杨腾老师呢 他在国外是专攻英语教学的 应该对我们的学生会很有帮助 我刚才跟他通了一个电话 他也同意我的做法 你看一看 怎么样 可以啊 正好这一届高三的英文底子比较差 让他给加强一下 我就知道这样行得通 领主任 你有事吗 现在高三的学生都在传 陪陪老师跟古月桃老师住在一起的事 是住在陪陪老师原来租的那套房子里 没什么 那个房东是我的好朋友 我想陪陪老师和古月桃老师都是有原则的人 他们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至于那些传言 让他们说就好了 我也是的 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传闻 我也不是很相信 可自己还是迟疑了一下 校长 为什么您就没有怀疑过呢 那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人 为我做过一件事情 从那以后 我就愿意多相信别人一点 多给别人一点记忆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谁呀 古月桃 古月桃 我听你说 你先别急 我马上就要上飞机了 你先去医院 待会我下了飞机以后 马上赶过来好不好 好 行行行 好 你先别急嘛 我先掉了啊 这些钱可以买张机票了 先给你两个选择 马上离开 要不要应用这件钱 买张机票给我一起走 这决定对你来说有这么困难吗 小姐对不起 我的钱包可能拉到机场里边了 你看我急着赶飞机 能不能这样 我回到家以后马上把钱给你们寄过来 那还不行的 小姐啊 我是真的丢了钱包啊 我儿子还在医院里边呢 我 我一定要赶上这班飞机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帮你做就已经好了 我想把钱 借给她 就像当初 你知道三年八班学生的智商 高于一班人 所以你对他们 就多一点信心 可是现在你对他们 有信心了 他们到底有没有高智商 还那么重要呢 所以 多相信别人一点 这是我在古老师身上学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叫做三人为虎 这就是说呀 有一个人说 大街上有老虎 大家不相信 有第二个人说 大街上有老虎 大家还是不相信 那么第三个人跑过来说 大街上有老虎 大伙相不相信呢 可能就会相信了吧 这就是三人为虎 那么这个大街上面 到底有没有老虎呢 没有啊 不一定 搞不好 有一只老虎从动物园里跑出来呢 搞不好我待会把你送到动物园里去 我要说的是谣言的可怕 威严耸听知道吗 就拿这次我和佩佩老师的事情吧 我是没什么关系的 对吧 可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这是一种困扰 老师 听说你因为这样 要比较去校长事 就是听说造成的谣言 要杜绝谣言 就必须要把话说清楚 是吧 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是听说听说的 坐下 谣言止于智者 我相信我们的校长是一个智者 他会重视实际情况 胜于听说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 能够发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所以你现在是在澄清你和佩佩老师的关系 只是纯粹的室友 没错 所以说你也不喜欢佩佩老师 我 刚才老师不是说过 要杜绝谣言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话说清楚吗 不喜欢就不会住在一起那么久了 老师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上课了 打开课本第128页 诶 卢老师真的会因为和佩佩老师住在一起 而被教去校长室吗 没错 我就知道我的八卦理论是正确的 什么八卦理论 八卦说穿了 不过就是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 大家都有好奇心 想知道又不敢问 就私下里把事情传来传去 传到最后就变成八卦了 而想知道真相的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力的传播媒介呢 哦 那古老师的八卦是你传出来的 我只不过是问你们 古老师和北培老师为什么一起上学而已 啊 原来八卦是我们在传呀 对 这就是八卦定律第一条 投石问路 如果你们不知道事情是真是假 又有一点线索 就传出一点风声 看当事人的反应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事情是真是假了 那 那这第二条呢 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 喂 你们几个怎么还不走啊 就不需要到接地教室上一语课吗 刚才我们在讨论 南飞林和实验风宝质距离 是不是因为武力评的关系 难怪我刚刚在教室里叫飞林快一点 他还叫我先走 他是在 快 谁来了 我们去在南飞林 看你有没有在喜欢武力评呢 不会吧 什么不会啊 你有没有觉得吗 你听雪说的 哪你说的呀 请问 林主任在这儿吗 我是 您是 林主任 你好 我是新来的英雍老师 校长让我向你报道 你是 杨鹏 对对对 请多指教 杨鹏 小点 小点 师妹 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 我现在可不许师妹了啊 在这里啊 我和你前辈 哦 对对对对对 那以后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找来了 不过我真的叫前辈啊 你叫我太别好了 那是 你都当老师了 还叫你小点啊 没关系啊 对 玩有没有时间 一起吃饭 嗯 跑啊 来来来来 掌握好 谢谢兄弟 坐坐一会儿啊 好 哦 对了 从下礼拜起 我们学生的课后英文辅导课就要开始了 贝贝 你跟杨鹏一起合作 把谷老师班上的英文程度提高 林主任 你也没事老提我干吧 师哥 杨老师一定可以让谷老师班上成绩的英文进步的 小点 我真是没想到在这儿又遇到你了 我毕业以后好像很久没你的消息了 我一直都知道你啊 你考到出国留学 大出国念书都很清楚啊 看来你挺重要的 来 干一杯 小小子 你长得那么高那么大 你已经一杯 还现在被一层 被窝沾了 可以啊 可以 吃苦 这会是这样的 嗯 那感觉很好的样 来喝 贝贝告诉我 杨鹏说以前别的女生站在她旁边就变成一小点 所以就给她取了这个绰号 你还知道什么 我再去打听一下 哎 好 喂 喂 你跟我说话呢 是啊 怎么了 以后不要说话 你快说我回家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确实是住在一起啊 这不顺路吗 就是因为你老这样说 才会让人家误会 可是这是 事实啊 就算事实 我们做HVB一起行动 以后不要说 好像我们 都在一起住 是不是这样说 你就不搬走 我想我本人应该是跟你道 怎么回事你啊 爬在路上 快了 不危险不用担心 谢谢 你一早点休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肯定 我们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不吝点赞订阅